我是肺俊 我是韓一仔《顏言图》的超级粉丝 一千年前的古人是怎么开派对的 有人说体现出了东方美学 也有人说是蝶中蝶 它是中国艺术史上 唯一一个被流传的一场派对 韓一仔《顏言图》是中国的十大传世的名画之一 相传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宫廷画家顾洪忠的作品 这张画高度有28.7厘米 宽度有335.5厘米 当画卷展开的时候 其实我们能看到它像是一个连环画 利用四个屏风分割了五个场景 艺术家其实使用了一种类似于电影《蒙太奇》的手法 把五个不同时空发生的事情 串联在了一个残镜头里面 像电影的残镜头一样徐徐地展开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五个场景 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境和人物的关系 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场景是听乐的场景 在这个场景里面 焦点人物是画面左侧的李姬 这位横拿琵琶的一位乐技 在他的边上我们会看到是他的哥哥 他的视线一直盯着李姬弹唱的时候的手法 表情中似乎又带着一种欣赏 但显然整个场景中 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 也就是非常显眼的 在画面的右上角 坐在床榻上 是一位新科专员叫朗唱 非常得意洋洋 甚至于不像是一位客人 而像是主人的角色 他像是韩西仔 他作为一个主人 看起来似乎他在非常认真的在听李姬弹唱 但是我们会注意到他的表情非常的凝重 似乎是人在心不在 这样一场原本应该是非常风雅 娱乐这种氛围的场景中 为什么韩西仔总是闷闷不乐呢 我们说这张画 他其实他的来历非常有趣 他不像通常意义上 艺术家对于生活 对于自然的一个描绘 他其实经常委托创作的作品 当时在《五代诗国》期间 《南唐后卒礼物》 委托顾鸿中 说你去给我偷偷地潜入韩府 去观察一下 韩西仔这个人他天天在干嘛 我听说他每天是歌舞生平 他是真的在歌舞生平吗 所以我们说他其实是一个 间谍报告 第二幕叫《光舞》 那么这一幕呢 韩西仔自己本人也参与了 这样的一场表演 自己在这里舞着节骨 画面的这个片左部 是这个《王武山》 他舞的这段舞呢 叫《615》 它的特点呢是腰身的脂软 但是显然在这个场景中 似乎最初跳的人物 就是德宁和尚 所以他多少有点腼腆 还有点尴尬 甚至于他的视线都不敢去看 但是正在表演的《王武山》 而是视线在躲藏 好像在看的韩西仔 为什么德宁和尚会出现这个画面中 他本身是韩西仔的一位好友 同时他又是军王李玉的高昌 所以有一种传说说 韩西仔从他这里获得了很多 军王对他什么样的看法 以及如何来去处理 这样的一种复杂的政治关系 所以或许德宁和尚也不一定是出现在这场宴会之中 但他可能是他韩府的一个常客 工工中有意识地把它也组织在了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中 依我看这个时候的韩西仔 是不是也是逢场作戏 他作为一位鼓手 应该是一种非常奔放 非常外露表达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但是他的表情依然是处在一种非常冷峻的 出事不惊的这样的一种神情之中 显然这个人物关系 让我们会觉得这个画面中隐含着一些暗语 我们很难去解读的暗语 这也是这张画神秘的地方 第三个场景叫战歇 经历了两趴的表演以后 韩西仔本人包括宾客 都有那么一丝的疲倦 大家回到这个床榻之中 暂时地做一些休息 其实在我看这个场景也很有意思 你这样讲 当我们一般去表达一个一场盛会 一个盛宴 通常我们不会这么事无巨细 所以这个画面其实也有很多的猜想 除了这个传踏 她和心爱的义记们在一起休息的场面 后面还有琵琶女 为什么有一个反弹琵琶的姿态 她好像不好意思去看的一些场景 这些场景是什么 这不得而知 其实我想今天有很多的秘密 还有带大家去解谜 第四个场景 它叫清炊 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五位圣庄的异迹 以一种五重奏的方式 上演了一段非常优美的音乐 当我来看韩西仔 她的神情 神情中带有一种忧伤 甚至还有所麻木的这样的一种表情 不免会有一种感受 好像她身在其中 但是其实她的思绪 并不在这样一个欢愉的场景之中 所以我经常会想 郭鸿叔这张画是在搬韩西仔 还是在害韩西仔 显然从这张画中 她画的是她在重情深色的场景 但是又能看出韩西仔在这里面非常不入戏 那如果李玉看到这样的一种状态 她会怎么想 她会想韩西仔是在跟我演戏吗 还是说她已经在这样的一种场景中 变得非常的淡定 非常的粗俗吗 在我看是带有作戏的成分在里面 其实有一种传说是说 当时其实南唐后卒李玉 打算要重用韩西仔 帮助他去重整国运 去对抗当时的北宋 但是韩西仔本人 其实对于当时的君王李玉 也是心存余虑的 他个人其实并不认可 李玉这个皇帝 所以一种说法是说 韩西仔其实是害怕被重用 他其实想借欢愉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来去避免一场杀生之祸 他也害怕李玉认为 他有某种政治企图 也就是说这样一种看似 重情于声色的生活 也不排除是他明哲保身的一种方法 最后的一个场景叫善宴 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韩西仔手里还拿着刚才的骨锤 似乎在送这些请来的宾客 离开韩府 但是这些宾客 依然在和这些异计聊天的 好像意犹未尽似的在进行互动 只有韩西仔孤零零的站在中间 好像做出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授客的姿态 就是似乎在说 该结束了也不该走了 这场party也终于到了要结束的时候 那这张作品呢 有很多的学者对它的研究 其实今天也没有完全定论 但无论是哪种观点 韩西仔最终既没有被重用 也没有被诛杀 或许我们可以说 这张画某种意义上 还是救了它的性命的 其实韩西仔宴图 还可以从生活美觉的角度 来进行解读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看到 宴会里面的各种表演 我们还能看到当时的生活方式 比如说看到这个船榻 这个船榻之上 这个世边 那里面嵌套了 有非常多 当时那个时代的风景画 花鸟小品等等等等 还有非常多优美的屏风 很多屏风 在那个时代叫画屏 因为这些屏风 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 一个空间遮挡 换句话说 就是那个时代 艺术家们的画廊 画和家具 它共同构成了 其实那个时代 一种非常讲究 又非常优雅的 一种生活方式 也就是说 艺术在那个时代 就已经融入生活 艺术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再来看看那里面的器具 案件上的各种茶具 如果我们对它稍微做一下研究 我们会发现 那个时代的人喝的茶 是一种抹茶这样的一种茶理 它是把茶叶摸成细粉 然后再用特定的温度的温水 进行冲调 不仅仅是为了做出一碗好的抹茶 而是整个过程也是有欣赏性 有表演性的 所以茶不仅仅是一个饮料 在那个时代 它还是一种礼仪 是当文化 当生活质量 我们说真的到了一定的高度的时候 它满足的是 我们说生活中的这些细节上的趣味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 从人物到场景中 所呈现出来的 无论是从空间到服饰到器具 它都在一种非常克制的 而且在一种充满视觉关系的 这样的一种讲究的构成之中 形成了一个和谐 但同时充满韵力和活力的视觉美学 看到的是一种生活美学的沁染 一种有节制的 有克制的美学 这种克制的美学 它所呈现出来的一种自信 一种高级 一种人和自然 人和生活之间的更加和谐的 这样的一种关系 我觉得这对今天是充满了启示 它也能够成为 我们今天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 让我们能够理解 中国人是怎么样在日常之中 融入文化理想 融入一种美誉 它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期 一个特殊的动荡时期 然后用一种凝固的电影式的语言 把那个时代的 无论是社会风貌 政治面貌 生活美学 以及军臣关系 都浓缩在这样的一个残卷之中 使得今天我们需要不断地去用一种 无论是科学的还是科幻的 还是娱乐的方式去挖掘它背后隐藏的这些信息 这是这张画最有魅力和迷人的地方 这是这张画最有魅力的方式 而是东西的方式 你不席地去挖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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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